欧洲冷兵器时代的绝对王者 更是佩戴者身份地位的优雅象征 无数经典故事都由他传送至今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断刀大赛第七季第四集 大家好 我是安哥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题目 打造出香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1万美金的奖励 大帅 老白 乐哥等三位评委已经就位 让我们欢迎本集选手入场 威尔 杰西 戴尔 泰迪 四人将在端工坊展现自己的锻造记忆 三回合制 每轮淘汰一人 最后剩下的夺得冠军头衔 首轮比赛 节目组一如既往的苛刻 让与低纹 梯形纹 鲨与齿纹 同时出现在一把刀上 裁判揭开摆布 各种尺寸金属罐 还有三种纹路的大马士革钢 锻造腰球 打造大马士革刀 总长22英寸 刀长12至14英寸 做法是将原链放入金属罐中打造钢P 三小时锻造即时开始 选手们快速拿好自己所需的钢材开始制作 杰西拿修正液涂抹均匀方便剥离钢P 然后将金属罐内嵌增加罐内结构强度 很聪明的做法 泰迪决定用小方罐 让钢P更容易成型 因体积较小 需要抓紧时间连续制作两个 戴尔选择最大的金属罐 希望多多益善 还专门设计了刀型 真是信心满满 维尔的制作明显有些慌乱 修正液更是满桌子都是 抓紧时间回头再收拾吧 杰西已经确保钢P温度差不多了 开始用冲床平均挤压塑型 泰迪要同时制作两个金属罐 现在看起来程序确实比较繁琐 但他的进度却没落下 维尔已经等不及在冲床上挤压钢P了 但冲床一次就开始剥离金属罐 在比赛中这样的举动确实大胆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 维尔成功取得钢P 没有发生意外 趁热打铁是时候锻造一把宝刀了 戴尔也顺利的剥离了金属罐 得到了一块很出色的钢P 杰西轻松的两锤子就完成了脱膜 钢P看上去也是非常扎实 反观泰迪的钢P因为内部松脱 费了不少力 如果还需两块连接在一起 当初为何不选大的金属罐一次解决 现在只能费时费力 威尔在动力锤上开始展望未来 但仔细一看 我去 刀刃上全是裂痕 惊慌失措的他已经没有时间重新来过了 同时泰迪的进度也开始落下 他需马上剥离两个金属罐 将两块钢P连在一起得到实心钢P 威尔的刀因裂痕过多 根本无法用盐木机清除 只能选择切开重新断接 四位选手的钢P都在敲打中慢慢成型 泰迪的刀像开扇刀的形状 很薄 很适合切割 他对自己的进度很满意 不出意外的话 就可以直接脆火了 杰西已经到了关键的脆火环节 拿出来后不想冒险 马上用虎钳夹住防止变形 泰迪的脆火也紧随其后 用错刀试下 刀面有些下弯 小问题 用研磨机可以处理妥当 威尔脆火后的刀身 笔直坚硬 对于这样的结果他十分满意 最后的戴尔也终于完成脆火 刀型很漂亮 接着清理刀面便可 随着十秒倒计时响起 本轮锻造环节结束 选手们放下工具等待评委检测 裁判宣布有一把刀并没完成比赛规格 泰迪和杰西优先排除 威尔的刀很多裂痕 不过符合标准可以补救 剩下戴尔的刀虽然刀型漂亮品质出色 但差标准规格半英寸 很不幸他将在本轮被淘汰 比赛就是比赛 差一点也无法晋级 恭喜三位选手进入下一回合 要求选择至少三种材料制作刀饼 使武器功能变得完整 两个小时制作几时开始 复合式刀饼三种材料 分为内衬刀轴和刀饼 杰西首先找到胶木 加装黄铜内衬作为材料 为而则要先处理刀刃规格问题 刀上的裂缝简直比修水电的规矩还要多 如果无法磨平 就只能表面焊接 泰迪的刀根脚窄 选择用喷灯加热 降低钢硬度改变形状 威尔近距离加热焊接 就是不希望牵连整把刀温度 不过修补这么多裂痕 也够他瘦的 杰西在安装刀饼时发生意外 其中一块材料断了 原以为都是胶木 但断那个其实是合成树脂 他现在必须要抓紧时间 找到合适的胶木重新开始 泰迪用了梨花末 亚麻胶木和欢迎板作为材料 开始着手安装刀柄 威尔算好时间 不能让手柄制作太复杂 选择复合材料和黑毯木 加上黄铜内衬就好 杰西已经重新安装好刀柄 接下来就是让这把刀能够消贴如泥 泰迪利用散生强化刀柄 解决较小的问题 威尔的沁酸效果很漂亮 最后的时间再用研磨机 仔细打磨刀刃 10秒倒计时再次响起 第二回合制作环节结束 选手将面临本轮武器测试 首先大帅将用骨头检测武器强度 泰迪的刀先来 连续疯狂砍斗后 刀刃锋利只出现几处钝点 杰西的刀表现优异 在连续砍斗中骨头已经直立破碎 刀刃完好并且威力十足 最后威尔的刀也撑过了测试 刀刃不够锋利 但焊接触没有发生锻炼 接着老白将用苹果检测武器锋利程度 依然是泰迪先来 一刀横切只削掉了几个苹果 刀刃确实锋利 可刀尖处出现翘曲 导致测试时方向出现偏差 杰西的刀这次表现的差强人意 刀刃有些磨损 刀锋太宽阻碍了顺利横切 最后又到了威尔的武器 水果扔着附体 苹果都被打飞了 刀刃的几何形状使他无法切开苹果 第二回合测试结束 本轮淘汰者是威尔 他的武器太重 刀刃不够锋利 但他每次都在努力克服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尊重 同时也让我们恭喜杰西 泰迪进入决赛 两人要用四天的时间 复刻一把经典历史武器 裁判揭开恐怖 本集决赛武器双刃长剑 17世纪法国火枪队专用配件 脚轻的重量非常适合挥砍和突刺 这种剑的特色为菱形细刀身 其双颗护手 更是能保护手部提高防御作用 锻造规格如下 刀刃长度鉴于37-39英寸 双颗护手加上护制弓与源头 切凹槽占健身的三分之一 两人回家断造几时开始 泰迪计划第一天使用516轮钢做健身 很细的剑刃需要具有一些弹性 如果今天能断造出大致形状 就可以有很多时间制作护手 杰西则使用整块WCRVR钢铸造长剑 制作出大致形状后 开始切割凹槽 趁进度顺利 抓紧脆火 可是拿出来时 没有抓稳导致武器掉落 再拿出来时发现弯曲严重 赶紧用夹钳固定 结果健身稍有翘取 可以解决 泰迪第二天准备进行脆火 用错刀试一下 感觉不对 必须重新脆火 加强硬度 结果不错 刀身笔直且坚硬 剩下制作护手阶段 打算以龙翼作为主题 加入古代奇幻元素 杰西的双颗护手已经试过尺寸 决定用颜色不同的胶膜做剑柄 可准备取下来时 费了半天紧 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借着便是打磨剑柄组装即可 泰迪在最后一天完成了护制弓 经过修饰后 会有古朴简约的效果 剑环处做了两条龙爪 抓着珠宝的造型 整体而言绝对能值1万美元 杰西将所有零件进行组装修饰 现在只需要让剑刃更锋利就可以了 四天时间格外短暂 两人带着得意之作返回赛场 从武器的外观看 简直不向上下 但还是要用测试结果一绝高下 乐哥准备杀戮测试 将由死猪尸体检测武器锋利程度 杰西的剑手当其冲 剑身向鞭子抽打在死猪身上 转身间出现多条静门伤口 剑刃锋利是把神兵力气 泰迪的武器解随其后 相同招式砍到死猪身上 最后也是一刀两断 剑身很轻盈 并且能血刃敌人 最后是老白的强度测试 他将利用特殊的道具压弯剑身 检测武器弹性程度 同样是杰西先来 指尖剑身向右压了三秒后 又向左方偏压 在这种极端测试下 他的剑身依旧保持完好 只能说是巧度天工 接下来是泰迪 在第一次极限弯曲时 剑身已经翘取 能不能负负得正 就看这一手 结果剑身还是有了明显弯曲 最后裁判宣布 泰迪将在本轮被淘汰 他的剑任明显加日不平均 导致严重弯曲 让我们恭喜杰西获得一万美金 经过这么变态的测试 冠军之位实至名归 以上就是端大大赛第七季第四季的内容 本集决赛武器 法国剑客双刃长剑 总长度一般都在51英寸 其纤细的剑身成零形 实际相当致命 16世纪成为剑客的身份标识 同时也被称为绅士之剑 17世纪初才风靡欧洲 最后成为法国皇家火枪队御用配剑 剑客的侠式传说至今举世流传 在电影三剑客与索罗中 更是能一览他的风采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